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听众所熟知 一直以来王菲都是大家心目中很是喜欢的一位歌手 在王菲从事音乐行业的这些年来 他多次获华语流行音乐众多颁奖里的最高荣誉 并被誉为吉思尼专辑累计销量最高的香港乐语流行女歌手 世界纪录保持者 她在华人地区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是华语乐坛最出色的歌手之一 被誉为乐坛天后 就变就变不学的当天 在这个永远处于别人的公园 从天爱上一个人有多危险 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 淘尽的时候我看不见 而有一身文艺西班无从发挥的马云爸爸 则是王菲的铁杆粉丝 他一直幻想着和王菲一起开一场演唱会 此前有消息称 马云甚至开出了1.6亿的天价 也没能如愿 据说马云为了获得这一次连线的机会 整整努力了五年之久 我们来看粉丝马云是如何追星的吧 2017年一曲《风轻扬》 开启了两人正式合作之旅 多众一首歌 颜月过生命的悲绩 他冷眼看芳卫轮之地欧生 唱一曲出声的歌要唱海 一声小吻来剧己 风啸啸日落潮褪去 天地生台鸡 正在首新坠落余飘泊 随后马云将王妃的朋友和女儿都发展成了自己的朋友 首先是王妃的闺蜜赵薇 两人关系很好不时聚会 而赵薇和王妃的关系也是非常好 同时王妃的恋人谢丁峰也在2019年与马云等商业大咖共同参加青年创业论坛 会后还一起相约看球 为了巩固与王妃的友谊 马云还与窦镜彤做起了忘年交 窦镜彤开演唱会 马云冒于到场当观众 网友评论说 追星追得这么有心机的当属马云了 马云此前多次在公开场合一盏歌喉 在2019年的阿里巴巴20周年年会上 同时也是马云正式宣布退休的舞台上 他就以朋克造型献唱了多首经典歌曲 献唱气氛十分火热 我们来欣赏一下大老门的名场面吧 2018年马化腾在员工年会上化身嘻哈男孩 深情演唱嘻哈歌曲至少还有你 而王剑林则在台上演唱过一首《一无所有》 百度的李彦宏亲自上台玩转架自骨 看了这么多大老们的才艺表演名场面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马云指挥中国 爱乐乐团演奏世界经典名曲 拉德斯基进行曲的经典场面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